其实就是给美国一个 出兵协防的理由 我觉得至少从人道的意义上面来说 既然要先留写 当时的政府有什么因应的作为 或是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来应对这场 当时评估说 可能会死伤惨重的战争 要勇敢作战 不是嘴巴说说 除了要有心理准备 实际上还要有最坏的这种准备 823开打才两天 那个时候在报纸上 边边角角有一个小新闻 就是说台北市已经在筹建了 烈士纪念塔 而且自动建筑物是九层楼高 想一想里面可以塞多少的棕林罐 显然那个时候已经做了 这种牺牲 惨重的这种最坏准备 不过也因为823 台湾得到了美国的八寸巨炮 并且顺利运到了金门 由于美国大力协防台湾之后 国民政府就颁发了 勋战给有功的美国军人 一共是35人 而且还用勋战追赠给牺牲者 一共五个人 大家可能都不敢相信 殉职的美军名单里面 关接最高的是美国航空母舰 列星顿号的指挥官 也就是海军少将苏泽朗 他是被追赠保顶勋战一座 根据国防部的宋词 也就是对说登在报纸上的宋词 是这样子说的 也就是在823开始之后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 还有国军密切合作 执行巡航运部等任务 结果他们于台湾海峡执行任务时 不幸转烈牺牲 老谭是媒体工作者 过去我们都被教育说 这个做新闻一定要尽量 找到原版的这种出处 所以我也找到了 当时美国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的这个报导 发现有的殉职地点 其实并不是在台海 也就是不是在台湾海峡 那是在哪里 怎么说呢 被追证保顶勋章的 美国海军少将苏泽然 他是在1958年11月15日这一天 搭乘直升机从航母内星顿号起飞 结果要降落在冲绳普天市的时候 发生的意外 事故的原因 有可能就是直升机的那种悬疑故障 结果这场事故 还有两名中尉也不幸牺牲了 不过他们都没有被追证勋章 所以就可以知道 那个时候美军牺牲的人数 其实绝对远远的超过了 就是被追证勋章的五个人 不管怎么说 一位美军的航母少将指挥官 直接或间接地为台海紧张而牺牲 多少也印证了 忽联将军所说的 要自己先流血 别人才可能会替你流血 不过尽管美国在823的时候 给国军带来了必要的协助 可是美国之前就跟中国 在波兰华沙举行的大使级的谈判 所以到了9月30日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突然说 如果可以获得可靠的停火 那么中华民国在金马驻皇大军 即使是不治 而且是有欠谨慎的 点名金马 也就是金马撤手论 也就是说美国在暗示蒋介石 要放弃金马外岛 以放弃对岸的同意停火 甚至于说还可以要恢复了 所谓的美中双方的对话 那第二天呢 蒋介石就直接说 我们并没有接受美国建议的义务 中华民国仍要坚决地死守 金马 既然讲到了美国的援助 甚至于是管一上的国际援助 我们这边来讲一点那种比较题外的 也就是在最近百年的历史里面 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军事策略或者施政作为 都是用牺牲来换取同情 用牺牲来争取时间 用牺牲来博取获取空间 其实这些都是相同的思考模式 像是最著名的就是在抗战的时候 桂系名将李宗仁喊出焦土抗战 而蒋介石那个时候 也不惜把最精锐的部队 也就是德士专备的德谢师 还有财政部的税金总团等等 分别投入的上海 还有南京的保卫战 其实背后都是有一样的动机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两岸其实又转为紧张 而台湾这边也有一部分的民众 看起来是比较偏勇武派 也就是非常的勇敢 对 看起来也是不怕牺牲 所以甚至还有一些青年学生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说出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可以把台湾的核电厂 把自己给炸了 让大陆 东南 洋海 也没办法居住 这种不怕牺牲的想法 其实比起当年的焦土抗战 可以说是更为的勇猛 对 就是把台湾 穿上一件炸烂背心 自己按下去就好了 我想老谭一直教我们的 也就是说看事情尽量要全面 不要预设立场 因为像美国会不会来协防 其实我们可以从各方的分析来看 尤其是美国智库的分析 其实有很多观点 到最后又回到了 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上面 但是我们除了理性的思考 从民调的数据来看 还是有将近六成的 感性的认为说 美国会来帮我们 老谭觉得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台湾人 会这么的认为呢 因为美国在日韩都有驻军 驻扎日本本土还有琉球的美军 规模大概就是五万两千人 那驻扎在韩国的这种美军呢 大概就是两万六千人 假如说台海真的发生战争 而且美国决心 真的要干预的话 这些在日韩的美军 其实都可以进程持援 这些兵力理论上 单天就可以抵达台海战场 台湾之所以有过半的人认为 美国会来援助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他们认为美军离台湾很近 至少台湾可以撑过第一级 守到美国支援台湾 或者可以像823一样 迅速地得到美国的资源 但是这个想法其实是 针对比如说解放军 他要攻打台湾 打登陆战 可是现在战争的形态是变了 我们之前其实也有提到说 他不一定要打登陆战 他发射导弹 也是可以对台湾造成伤害 没有错 其实美国组成的第一岛链 看起来是可以对中国大陆 带来军事安全上的这种威胁 还有压力 可是解放军依托在陆地的 这种远程打击火力 其实也能够对美军 在日韩的军事基地构成威胁 甚至可以阻挠 辞治美国的兵力援送 所以即使单天美国能够救援台湾 或者在三天内可以全部送打 其实多多少少 还是一样会有变数 因为料底要从宽 所以回到现实 美国援助是什么 要不要援助 其实还是要看台湾能够抵御多久 而这一点仍然是全体的责任 不能只有说 这个是军人的事 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后备军人的战地 到底能够帮忙多少 这才是决定台湾能够挺多久的 重要关键 像是前陆军总司令 这个陈廷宠上将 他最近就批评义务 我们的台湾的义务一起收短 导致了国军的战力几乎是零 被骂得很惨 对 那上将退役的纪林林将军 也补了一枪 他说我们最弱的地方 就是后备战力 那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四个月的军体生涯太短 那有的连枪支的这种细部分解 还不是很熟悉 就已经退伍了 讲到兵力 讲到作战能力 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份民调 这是ET Today 新闻云的调查 说台湾有66%支持增兵制 然后52%等于过半数挺 男女都服兵役 不过在18、19岁的族群里面 有高达96% 我非常高 说愿意上战场护台 不过这个族群有87% 我们美妙的87%数字 拒绝恢复增兵制 你不愿意恢复增兵制 你却愿意打仗 这个想法其实很独特 我觉得年轻人都是很聪明的 也知道战争的凶险 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也没有太意外 比较特别的是 其实现代战争都是打科技打后勤 所以人多不见得管用 这个是事实 所以比较需要专业的科技兵种 比如说像海空军这些 似乎是可以用增兵制 也就是抽到谁 谁就认了 乖乖的去当两年兵 那也就是说自己研发的 或者从美国取得的高科技的武器 需要有人 这个专门的能够很熟练的操作 这比较重要 比养一堆的兵 其实是更紧要的 这有点像是那种驾驶无人机的 对不对 这也是这种 你至少要熟悉 对对 要有一段的时间去操练 因为我们现在的募兵 这个其实有些可能也是不够的 另外知道战争凶险会有牺牲 那么就会设下红线 像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 这位相当清台的鹰派参议员 他最近就表示 如果有必要 中国迟早会对台湾动武 可是呢 美国该做的不是在帮助台湾 在军事冲突中取得胜利 因为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说美国应该要让台湾 有能力把战争的代价 提高到中国无法承受 或不愿意承受的程度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讲白话一点 就是他觉得 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 台湾其实要取胜 是非常困难的 那美国能够帮助台湾的是 提高中国大陆的代价 对于说像他们之前提到的 我可以透过军售 然后让或是透过一些军事合作 把台湾打造成刺猬 很难吞下去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是的 所以卢比欧的这一方法 多少也透露美国可能的态度 就是要让中国人先流血 只是卢比欧的这个意思 跟62年前 这个福联将军 当年所说 中国人先流血 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 总的来说 如果翻页历史会发现 过去在风雨飘摇的年代 如果美国要出兵援助台湾 的确是如福联所说的 很多时候都是建立在 国军先流血的前提上 这是国际现实 很合情合理 现在的问题就是 民调如果问到说 是否愿意上战场 或者愿意让自己 的亲人上战场 但是人数又会下降 所以说到底 未来台湾会怎么样 会不会等到援兵 还是要问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 还有实力 是否显得 解军 解军 那是什么 简直 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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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军